我們護理師最常遇到的就是 很多阿公阿嬤很想 打聽我們護理師的秘密 就是問一下我們深層八字 然後問一下我們的 有沒有男朋友什麼 就是要挑心 硬性 對 因為這個 好好願意 很好願意 為自己打算 對 為自己打算 老一輩都會看到你就說 看你也就是做事也很好 很認真 先照顧人 不要男朋友 以後我兒子如果娶一個 很有護士經驗 護理師經驗 那我們就很放心 就是我有一個學妹 她就長得很普通 然後她就是被一個八十幾歲的 阿公就一直問她的私事 比如說問 她有問她的深層八字 然後問說你有沒有男朋友 或者是你爸爸媽媽在做什麼 都問完了一遍 身家調查 對 然後她就問完了一遍之後 她就晚上就有個孫子出現 然後孫子就說 那阿公就跟他說 你每天會客都要來看我 然後那孫子說為什麼 因為你要來找她 你的任務就是要追到她 沒錯 反正那個孫子也很聽話 後來到那個阿公都出院了 那個孫子還來去問我們同事 說請問那個 你們那個女生 到底喜歡喝什麼或是吃什麼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 然後我們就覺得同事說 算了 她這麼誠懇 然後就跟她講 然後就說她喜歡喝什麼珍珠奶茶 她就買最貴的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都請我們喝 然後甚至我們那個護理師那個學妹 她喜歡吃小籠包 她就買頂泰豐小籠包 對 跟雞湯 尬雞湯 也是送妳 那環境還算不錯嘛 對 重點在後面 然後後來那個孫子就真的 就是打動她 她也沒有去煩那個護理師 她就來 然後我們變胖什麼 都是那個男生看的 對 因為她就照三餐送 然後後來她就記錄那個女生 她每天做的事情 然後照顧她阿公的笑容什麼 就做了一個故事書送給她 好棒喔 然後後來那個 我們那個學妹就真的被打動了 她就真的拔到她 還有一天我喝珍珠奶茶 什麼東西 我戒指 戒指 什麼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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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這個小籠包 這個 但她沒做到這個 但她後面 原來後來就真的交往 然後而且她就消失 那個護理師就消失了 她就離職 原來那個阿公是忠孝東路的 大地主 好小喔 對 她孫子就是一個房地產的小看 對 她找 她就 護理師跟未來的公公講 妳當初說妳大地主 沒有 好大學喔 我濕到鑽石 差點吞下去 差點去開刀了 蛋糕一切 我願意 這種被打聽的事情 真的是蠻多的 想當初我也有青春的肉體 我年輕時候也被打聽過 因為甚至於 就是看妳有沒有假期 要準備招 不過很可惜 我很早就情定我太太 我對她一直很忠誠 但因為我的粉絲團 是跟我太太一起經營的 所以我反而比較多是 打聽我太太的事情 對 因為我太太其實 她很有女性魅力 很多的家庭主婦 我非常喜歡她 像我記得有一次 我有一個刀很特別 這個女生是一個 50歲的女性 其實她因為肌線症的痛苦 非常的久了 大概已經三四年 那中間我們經歷過一些治療 包含用藥物 讓她的痛經 經血好一點 但一段時間還是不行 所以她在50歲的時候 才決定要把子宮切掉 那子宮切掉以後 其實她當然就好非常多 她剛開完那一個禮拜 她在住院的時候 她非常的快樂 而且我特別講一個故事 她說她回去出院以後 有一天早上起床 跟她老公說 結果她老公就看著她 抱著她突然痛哭 我說妳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講一句 親愛的早安 她老公會痛哭 因為她老公跟她感情非常好 她老公就說 因為妳已經有四五年 沒有這麼 氣色這麼好 心情這麼好的 來跟我打招呼了 所以妳就知道 光一個開刀 可以改善這麼多 可是我要講的是 這個人在一個月以後回診 特別領了一個 Swarovsky的水晶對杯給我 他說 陳醫師謝謝妳的幫忙 真的很快樂 這個對杯呢 妳不要太誤會 這不是給妳的 這是給妳太太的 我說 歡迎 我說給我太太 好 他說因為我常看你們粉絲團 我覺得妳太太很多想法 都是對我們非常有幫忙 所以妳要記得 這是給妳太太 知道我乖乖把那個Swarovsky的水晶 給我太太 我就要自己拍個照 要謝謝人家 不過妳就知道 其實打聽醫護同仁 其實大家都是希望 除了感謝之外 其實他希望跟你多一點互動 因為現在的人的距離 越來越近了 尤其我自己很多的醫師朋友 他有很多粉絲團 甚至他跟病友Night的群組 其實他們的link其實是快很多 而且這樣的人際關係 我覺得會比以前親近很多 那跟醫病溝通也比較有幫忙 像有一次我們跟工作人員 自己彼此就要聊天說 那個某某醫師說 那個什麼什麼椰子水非常的好喝 結果不到兩天 那就是說給某某醫生 但是沒有寫是誰寄的 那大概過了兩天 我就接到電話說 妳有沒有收到我記得椰子水 原來就是來這邊產檢的媽媽 她聽到我們那天這樣子講 她回去馬上準備來 要感謝她的看檢的醫師 對 然後甚至有一次 我們還收到門診區 收到一箱非常大的鳳梨 一顆一顆的大鳳梨 我相信在醫院待過的人都知道 我們醫院很不喜歡收到鳳梨 會怕 對 護理長就很難忘 護理長就很生氣 會忘 對 但是醫院就是比較不喜歡 醫院生意好 就表示很多人生病車禍 對 是這個意思 那護理長就很生氣 所以就說 到底是誰送了這一箱鳳梨來 那沒有人要帶走 那結果隔兩天 我就接到一個電話 就一個滿熟識的病人 他的秘書打來說 我們老闆說有送了一箱水果 到你們診所去 你有沒有收到 我心裡面就想說 不會就是那一箱鳳梨吧 我就問他說 我有收到一箱鳳梨 那秘書就覺得 很尷尬耶 對 我老闆不知道不能收鳳梨嗎 就覺得 我老闆就自己蒸 你蒸個師弟 對 對 收鳳梨其實警察也不喜歡 你自己的 或者是殯葬業的 對 當然在我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其實生活還滿苦悶的 所以有時候在開刀 或者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都會聊一些八卦 像某某某又跟誰在一起 或某某某怎麼會看到 誰的眼光怎樣 或者說他今天現在 怎麼關係 就怎麼有點錯綜複雜這樣 但是基本上這些都是在 比較封閉式的環境 像開刀房 那基本上病人也都是全馬都睡著 基本上不會出去 那就有一次在幫主治醫師 帶診的時候 那突然有個病患看完了 然後他突然又留下 我以為他要再問其他問題 然後結果他就問我 你們某某某 到底結婚了沒 我還沒有回答他說 他就常常開著 我就看到他 我常常開著高級的叫跑車 每次帶出來的 他到底結婚了沒 一直在問我這方面的問題 那當然其實說實在 我跟他一點都不熟 那他我在外面 我也通常都沒有碰過他 但是我就說 那你怎麼會知道 他說我在外面 跟他碰到兩三次了 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我 因為他如果他是他的病人 他應該要知道他 比方說我有病人 在我以前醫院五年前 剛才我已經 你又進來了 然後他說 我說你換髮型 他都很厲害 他說張醫生你還記得 不是全部記得住吧 尤其是女生 假如講出這種話 女生的病人他們會很開心 他們會覺得 我怎麼都還記得 很清楚 是女生喔 男生你可能會不會打招呼 我就覺得 人家記性有那麼好 我們每次出去錄影 人家說 三年前啊 你來這裡 你都不會 那個明星有人 都會這樣跟你講啊 對不對 你還拿照片 這十七年前啊 真的 人家都拿得出照片 那個時候你還很瘦 沒有 這也是我們怎麼 你怎麼記得起來 其實真的 真的記不清楚 我們跟你們科不一樣 我們最害怕 我們婦產科 最怕 我們看到有人對著我們 點頭的話 我們都會笑一笑 但是最害怕就是 把小孩帶過來 陳醫師你記住 這是你生的 我都會講一下 不是 這是我們接生的 對 你要講病情 像我曾經有一次 有一個病人 那時候有一個叫子入性胎盤 他胎盤吃到子宮裡面 那這個不能馬上剝離 有時候要再等到三個禮拜 兩個禮拜以後才能做處理 這個病人住很久 所以呢 他後來隔一年多 有一次在路上遇到 他跟我點頭笑 我說喔 其實不記得 他說陳醫師 我就是那個胎盤放很久的人 我說喔 對 所以以後記得要報告病情 這樣才會記得 我們不用報告病情 我只有看到那張臉 智長在哪裡 我就忽然想起來 對對對 我們跟你不一樣 我們要脫褲子再看 他沒有看臉 他說他底下在脫 我們要看臉 這個我看臉 我們現在要脫褲子 我們都要看臉 不一樣 醫生的行情 普遍來說都滿好的 對 那實際上 我們就有遇過說 之前一位女性顧客 她為了特殊原因 要來打聽 那她特別想要看 某位醫師的門診 就為了要接近她 然後想要跟我們套 多套一點交情 看能不能多 都看到這位醫生這樣子 那也會跟我們約吃飯 可是約吃飯的時候 她會問說 那這位醫生 可不可以一起出來 我們可以一起見個面嗎 什麼的 後來發現說 醫師沒有辦法參加 他就乾脆 他來診所的時候 都會待上一整天 他就為了要等到醫生 就是中間休息時間 然後醫生說 那你吃飯了沒 要不要我們喝個下午茶 然後吃個晚餐 醫生如果沒有空的話 他就乾脆直接待到 醫生完整 下整的時間 然後我來跟醫生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回家 可以順目一起 就是回家 吃個宵夜等等的 對 然後我們就會 在想說 那很明顯 他就是要追這個醫生 他根本不是要來看著 也不是想要跟我們 就是培養感情 對 然後後來這位醫生 就是到別的地方去住診 他就乾脆消失了 對 關心 這種很猛 這種我之前也聽過 我的一個那個 護理師朋友講 就是有類似的病患 他也是一直在打聽某一位 男醫師他的行情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一直想要知道 那個男醫師他的老婆 是誰這樣子 結果他最後是幹嘛 他最後終於被他問出來 那位男醫師的老婆 是在同一家醫院 某某科的某個女醫師這樣 所以他後來就去 要給他看診 結果最後是做什麼呢 那個女的是那個男醫師的 就這樣子被他問出來 問到他老婆是誰 然後他就去跑去掛號 然後就直接在診間 跟著女醫師這樣 嗆說我就是你先生的誰 小三怎樣怎樣 那超猛的 所以像這種說什麼 要挖男醫生的 那個什麼秘密什麼 趕快那個職業執照 趕快撕一撕 幹嘛 允信埋名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